足球踢球怎么发力? 惯用脚距离球体一脚距离,触球部位位于球下方四分之三处,有大腿带动小腿。 发动触球一瞬间,身体则需要尽量地脱离地面,触球后小腿紧缩,这样便可以有力地发球。 要想把球踢得高,支撑脚要在球射出方向靠后一点,这样才能使球体在空间待更长的时间,踢得也会更远。 脚步的正脚背、内脚背、外脚背都可以踢球,开大脚时一般都会用到正脚背以及外脚背,长传球时一般会用到内脚背,这样容易控制球体的方向,还可以踢出弧线。 惯用脚步的反向胳膊要先上摆,在射球的瞬间胳膊往下压,这样可以将球踢得更远。